有些前驅车呢 或甚至于四驅车在极限的时候 在你的重量转移 大部分在前轮的时候 后轮容易滑出来 从前的发系车呢 他们可能真的心中的这个 拉力的热血 非常强 德系车呢 就是用很硬朗的悬吊 去控制你的车身的侧倾跟动态变化 但是发系车因为它设得很舒服 所以它的侧倾很大 那相对之下呢 它怎么样让这部车有大侧倾 然后还可以帮忙转弯 而不是就推头推出去 它就是在它的后扭力量的部分 悬吊是很长的这样扭动 但是它在固定做的时候呢 它用一个比较软的橡皮 所以当你在激烈操架的时候 它的后轴会相对的转向 帮你转 让你有一点那种后轮转向感觉 所以当年的比如说标志啊 雪铁龙它的车子 只要是性能版本的 你只要翻盘一多打 尾巴马上甩出来 就是等于说你一打翻盘 基本上你就要回正了 因为它后轮已经帮你修正了 相对之下 你就会有很精准的这个驾驶的转向控制 但是要很有技术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如果一打翻盘尾巴就甩出来 除非你是甩尾车手 你会吓一跳 那可能你就会收油 那相对之下你整部车就会speed 但是如果你是像有塞车经验的人 你会反而踩油门 它把你扭过去之后 你一踩油门反而对着路直直走 相对之下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过弯 而且是前轮传动 然后侧倾非常大车 一样有很精准的转向 但是现在的车子 是完全不允许有这样子的控制感 所以后来在306以后 307啊什么 他们就 它还是有这个橡胶的扭动 但它又有一条钢锁 就限制它的转向 所以它一滑 它就被固定住 所以它只是帮你一下子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看自己 从前有两个车厂 是非常不愿意让它的车子 可以做出急刹甩尾的动作 一个是福特 一个是福斯集团 福斯集团呢 他们怎么做呢 从前的GTI GTI性能车型 它会做它的前面的camber 只有0.5度 就是前轮几乎是直立的 当然那是为了省油 但是它后轮居然有1.5度的傾角 外傾角 就是说它让后轮呢 是特别撑住的 所以你在激烈的操架的时候呢 这个后轮是帮你卡住 故意让你要想甩都甩不出去 这是一个做法 那福特呢 更厉害 它的多连杆设计呢 就是要让你 不管你是踩刹车 屁股翘起来 它也是投印 还有踩油门 屁股 你躺下去也是投印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你的轮子都是要 hold在往里面转 而不是让你滑出去 这种设计呢 就是原厂可以对于后轮或后轴的控制呢 然后让你的后车不会滑出去 但这也是在有限的程度内 如果地面湿滑 或者说你真的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 就是在弯里面的时候踩刹车 那种改变呢 可能就不是这些车身定位可以帮你应付的 到最后呢 还是会转向过渡